近几十年来 由于人类活动和自然环境变迁的影响 全球范围内海草床均处于严重退化的趋势 全球现冲的海草床面积大约17万平方公里 每年的碳风冲量可达1亿东二氧化碳以上 相当于3500万辆汽车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在全球开启能源转型 世界各国力求碳达峰碳中和的时代背景下 每个显为人知的降碳途径都备受关注 这其中就包括海草能吃碳 作为三大典型的近海海洋生态系统 海草床是全球重要的碳库 具有强大的碳补货和碳风存能力 近日 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物种存续委员会 海草物种专家组成员 中国海洋大学教授张佩东 接受了中兴社东西问专访 对中国治理和修复海草床 以及全球碳中和探索进行了解读 经过撤涮 修复养护1万亩面积的海草床 可相当于综合20余万辆汽车 一年的尾气碳排放量 保护修复海草床 不仅可以提高沿岸地区的初期生产力 养护生物多样性 保护海岸免受侵蚀以及缓冲 极端气候的影响等 而且对稳定和提升海洋典型生态系统 碳汇能力具有重要的作用 张佩东说 中国近海分布海草22种 约占全球海草总数的30% 中国是全球海草床退化趋势严重的国家之一 随着国家对海草床生态功能认知的不断提高 政府管理部门愈发重视海草床的保护修复 目前中国在海草床修复领域已取得了系列的成果 增体水平达到了世界先进的水平 突破了海草床修复过程中重在的效率低 效果差等技术瓶颈 研制了高效的海草机械修复装置和设备 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海草床生态修复技术链条 将种子流通率提升了10倍以上 疫苗建成率提高了5倍以上 并建立了完整的海草床修复工程方案 海草床退化的趋势得到了初步的遏制 海草是由陆地植物演化到适应海洋环境的高等植物 是地球上唯一一类可完全生活在海水中的被子植物 其构筑的海草床亦有海底草原和海底森林之称 在未来 中国该如何有效利用海草床吃碳降碳 经过十余年的科研核实践 仅我的科研团队修复养护海草床面积超过2万余亩 相当于综合40余万辆汽车一年的尾气碳排放量 未来海草床的修复和保护一定会成为我国碳中和的一条重要的生态解决途径 同时海草床是一个强大的生态系统 不能把海草床的修复和保护单纯看成是一个生态的工程 与西方仅注重于海草床生态功能的挖掘和支援保护不同 目前中国的另辟蹊径主要体现在既注重海草床的修复与保护 也更加注重海草床的融合发展理念 特别是要打通海草床生态修复的最后一公里 张佩东说 将海草床生态修复的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同步提升 可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 打通海草床修复的最后一公里 也可有效助力中国的乡村振兴 未来 海草床的保护和修复不只是为绿水青山 更可以见到金山银山